把针传入球体中 绕过丝线再把针拉出来 妇女们手中正在编制的球体 是有着日本千年以上类似的手菊球 这种球源自于中国唐代的簇菊 传到日本后发展成可以用手抛直把玩的玩具 随后渐渐演变为另类的传家宝 一般的手菊球有各种不同大小尺寸 球体上会用繁复的起合图案或花纹装饰 其中又以编制手菊球最为精致美观 位于日本四国岛北部的湘川县 就以制作编织手菊球闻名全球 由于湘川县古时候就是赞棋国 因此制作的手菊球又称为赞棋编织手菊球 而要制作手菊球得先做好球体的球星 占棋编织手菊球保存会的会长花木佣子表示 做好球体之后就能够进行图样的设计 每个球上都会有一条线代表地球上的赤道 还有更多蜿蜒到顶部跟底部的线 能够引导制作者编织出图样 而手菊球上的图样会以各式各样天然植物 成分染色的棉线进行编织设计 有时一颗手菊球的图样多达上百个 层层编织下来通常得费时几星期到几个月 但也因为制作过程漫长还融入了制作者的心意 让手菊球也成为一种带来好运象征幸福的礼物 这是这项传统记忆费时又费心 如今只剩下几十名的女性技师 才能够制作出符合标准的编织手菊球 黄沫永子感叹训练一个制作师傅 通常得费时十年以上时间 也让愿意成绩这项传统手工技术的人才越来越难找 未来恐怕会面临手菊球制作人才断层的危机 过来新闻成统的便宜